或许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马卡片,但想必有些男性对于这种药物很是熟悉,因为在一定程度上来说,服用马卡片是可以提高性能力,男性性疾病的。 马卡片采用马卡为原料精致而成,其中超过95%的原料都是纯马卡粉。 在马卡片中,碳水化合物占据了大半,其中还含有蛋白质,丰富的矿物质,含有多种维生素等物质。 一般来说,免疫力弱,以疲劳,性功能低下者,都可以选择服用马卡片,因为马卡片可以起到抗疲劳,改善睡眠质量,提高男性性能力的作用,并能够调节荷尔蒙的分泌。 调节内分泌,马卡片的基本用量是一天两次,一次一致两立,用温水送服或咀嚼,或许有人会有疑问。 既然马卡片能够起到如此的作用,那么,吃多久的马卡片,才会有效果呢? 事实上,马卡片是多久有效果,是因人而异的。 每个人的身体素质不同,对药物的反应与吸收也有所不同。 所以,并不能准确地输出多久的马卡片才能起作用。 值得注意的是,有些人不能够服用马卡片,或者服用之后会造成一些副作用。 如果对马卡片有什么疑问,可以咨询医生或药师。 对于性功能低下的男性而言,服用马卡片是可以增强体力和肌肉运动能力的,使人看起来更精神,更容易吸引异性的目光。 除此之外,马卡片中还有一些活力营养素,比如马卡锡,马卡鲜胺等,是能够促进性功能活起和提高精子数量和活力的。 换句话说,服用马卡片可以提高男性的性能力。 在临床上,如果女性出现了内分泌失调、失眠多梦、以疲劳等情况,也可以选择服用马卡片。 对于缓解这些症状是有所帮助的。 而且,马卡片中所含有的马卡锡和马卡锡案,是可以激发体内的荷尔蒙分泌的,也就是说,可以调节内分泌,平衡各器官均衡的工作。 当然,一切都要在医生指导下进行,且不可随意服用。 甲状腺患者应该调慎服用马卡片,否则容易导致甲状腸胀,引起身体的不适。 出现这种情况,是因为马卡片中,含有留带葡萄糖袋的化合物。 而甲状腺患者一般是低点饮食,如果过量服用马卡片,是很有可能导致甲状腸胀的,出现吞咽困难,呼吸困难,喉咙紧绷的感觉。 并且在脖子底部可以看到柔章的情况,马卡片确实可以带来不少的好处。 不过,药物总是有毒性的,不宜过量服用,在服用之前最好咨询医生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